今年最后一个小长假,大家都如何度过的?是出门在外环游世界玩玩玩,还是就摊在家里追剧追综艺看看看? 昨晚有个刚播出的大尺度综艺,外界战司吸引了小编子注意,这个节目直接把艺人整容吸毒的敏感问题搬上它面来了,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,这是韩国外界公司推出的一道人创情景喜致综艺,尤其下一人主演,外界是韩国的三大社之一,其他两个是EXO所属社SM和王家二所属社Deep, 有韩国hiphop风开山鼻祖,许太二志和孩子们成员杨贤说创立,外界最大的招牌是音源,制作的音乐质量都很高,被称为排行榜杀手,前几年火遍全球的江南style便是出自他们公司,旗下有着Big Bang 2NE,Winner,Blackpink等众多知名译员,公司带艺人多问题,也不少。 Big Bang成员TOP和制作人Kush都被爆过系读问题,外界也因此被网友戏称是在屋顶上种大麻的公司,一般公司出了丑闻的常规操作,都是赶紧躲起来洗白白啊,但谁想到外界改身,就给人拍声综艺了。 节目里先是恶搞了一下旗下组合BIGON成员的睡姿问题,自嘲外界的未来看上去,还真是非常健康啊。 随后Big Bang成员胜利出现在乒乓球桌上,义正言辞地警告师弟团不许接触毒品,还让他们当场宴,要以真外界与现在的清白,甚至请回来了已经解约退队的2NE前成员乔春,然后调侃他的整容问题。 拉圈公司艺人下水觉得不够,还请来外员自黑吸人眼球,网友表示没体会到什么黑色幽默,反而觉得三观忌毁,除了街上暴躁黑点没什么用处,公司这种骚操作,可能是想把自家一人都毁了。 但另一波网友觉得这个综艺需要以好心态来看,无限自黑才是外界的固劝射风,比较正经强多了,认为感到敏感问题开玩笑。 就证明这个问题真的过去了,别的不好说,可吸毒这种直接触及了法律底线的问题,开开玩笑真的可以过去吗? 这让小编想起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柯枕东吸毒事件,这个无数人追捧的青春的偶像可上点舞蹈粉丝跟着进监狱偶遇,就算吸毒丑闻过去这么久了,参加个品牌活动,也依旧遭到批评抵制,吸毒原本就是一个人的底线。 这种问题,一人作为公众人物,更需要严格要求自己,给粉丝树立好正面形象,外界公司要试图以自黑和致死地而后生的方式,推出综艺来证明清白,恐怕会变相分掌吸毒之类的不好风气,或是引来其他综艺的劣迹效仿,使得综艺市场越来越畸形。 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对社会的积极影响,还是从根本上好好管理艺人,杜绝此类丑闻问题再次发生吧。 你说呢,作者七七八八全民综艺,笑点即低,于即总动员签,约作者。